大家好 欢迎回到由教育部委托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所编辑制作的全新教材 四张生求学与就业必备软体自学手册的线上课程 我是钱敏鸿老师 您现在正在学习的是第四张免费的第三方搜寻软体Sunderbird 界面环境介绍以及收发邮件这个部分 当我们在完成前面第三章的学习之后呢 相信各位已经对于Sunderbird这个第三方搜寻软体的功能特色 以及如何下载安装有了基本的认识 当然在上一个章节我们也针对于一些重要的一定要先完成的一些偏好设定 带各位先行操作 那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要让各位的Sunderbird能够尽可能的统一 并且接近最常用的一个布局界面来进行后续的一个操作跟使用 所以呢 第三章学习完成之后 各位应该能够达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学习进度跟目标 那么接下来进入第四章呢 我们要学习的目标有哪些呢 我们先来了解认识一下 一认识Sunderbird界面与基本操作 二阅读邮件 三传写新邮件 四回复邮件 五转记邮件 好 从这些学习目标的一个简单介绍 各位应该就可以知道 当我们把第四章完整的学习并且融会贯通之后呢 各位对于Sunderbird这一套收信软体的整个界面 基本操作 以及如何阅读邮件啦 记信 回信 转记信件这种最基本的邮件操作 都能够完全掌握 那么 接下来 我就开始来针对这个章节的一些重点 进行示范教学的动作 那有关于完整的一个 软体界面的介绍呢 这里我先跳过 不进行说明 因为这个让各位透过教材的部分 去进行听读 以及学习 更加能够完整的掌握 并且不遗漏 每一个重点 那我这里呢 会主要针对操作性比较强 使用性比较高的这个部分 来进行示范 那过程当中呢 也会达到一些 关于Sunderbird这个软体的一些界面的部分 那么 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接下来 我们就从 启动Sunderbird这个收信软体的操作示范 开始介绍 就跟启动其他的应用软体一样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所熟悉的各种方式 来进行Sunderbird的启动 那这里呢 我直接示范一个 可能相较之下 比较多应用程式安装好之后 会有的一个启动方式 那就是利用桌面的一个图示捷径 来进行启动动作 那么 首先 我先按Windows键加D ABCD的D 将焦点移到Windows的桌面上 Folder view清单 OBS Studio 11-11 好 当我们听到 云出现这样的提示之后呢 就表示焦点已经移到我们Windows的桌面了 那么 接下来一样 我们用手制导航的一个技巧 快速找到Sunderbird这个启动的一个图示 那Sunderbird这个档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为T 所以呢 我就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并且输入T这个英文字母 中文数音数输入T Thunderbird 11-1 很快速的找到Sunderbird这个启动的一个图示之后呢 按下Enter键就能够将Sunderbird进行开启的动作 收件侠 DAC-001小老鼠TDTV.org Mozilla Thunderbird 收件侠 DAC-001 好 各位听到我目前示范的一个状态 语音的提示是 它报读了收件夹 然后呢 我目前所使用的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地址 那这个呢 各位可以去举一反三 什么意思呢 Sunderbird它的特性是这样子 当我们最近一次关闭软体的时候 我们目前正停留在哪一个邮件资料夹 那么当我们下一次再启动这个Sunderbird的时候呢 它预设值就会停留在上一次所停留的邮件资料夹当中 那么刚刚各位听到收件夹就表示 目前画面上如果各位可以用眼力来看的话 那么画面上主要内容区呈现的就会是我收件夹的 那个邮件清单列表 那这里呢 因为刚启动 所以我就简单说明一下 一个比较固定的操作动作 我们可以用NVDA键加Tab键 在软体启动之后 确认一下目前焦点停留在哪里 收件夹 一封未读讯息数状检视项目 已设定焦点已选取十之一第三集 好 这边可以知道焦点停留在收件夹 而且有提示我有一封未读的邮件 那如果您会担心说 启动Funderbird之后 不确定焦点到底停留在哪边 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不是那么熟练的 有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 就是利用Ctrl键加Home键 将焦点跳到整个软体的最前面 最上方 然后我自己的个人习惯 每次启动Sunderbird之后呢 我就会利用Tab键去移动焦点 那不用刻意去记要按几次 我们主要去听语音的一些提示内容 就大概知道 我们目前焦点移到哪边 而哪边又是我们该注意的地方 我示范一下 我这里会持续按Tab键移动焦点 好的 我刚刚按了数次的Tab键 其实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过程中听到的很多语音提示 我都忽略 直到我听到数状检视 这个呢 在上一个章节 整个环境界面介绍的时候 有特别强调过 就是整个Sunderbird的环境界面 我们只要掌握数状检视 跟邮件清单列表的 这两个主要区块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我快速的再复习一下 上一个章节 有介绍过的这个数状检视 当我们按Tab键 将焦点移动到数状检视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方向键上下移动 那我刚刚说过 目前我的焦点是停留在搜键甲 那么我把方向键向上按一下 第二集ZC001小老鼠TDTB.org展开2-1 好 各位可以听到 这边告诉我 标题层级2 然后呢 它会报读出我目前所使用的 电子邮件的信箱完整的地址 各位可以把这个语音提示 当做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定位点 跟开头 标题层级2 再加上电子邮件的完整地址 这就是一个开头 那并且语音会告诉我 目前是展开还是收合状态 刚刚各位听到语音提示 是展开 那么在这个标题层级2底下 就会列出所有更下一个层级 也就是标题层级3 属于这个电子邮件账号底下的一些邮件的资料夹 所以如果我这个时候焦点要继续用方向键向下移动 我就会听到 第三集收件夹 一封未读讯息10-1 收件夹 所有收到的信件会预设放在这个地方 方向键在向下 草稿 一封未读讯息10-2 第三集 草稿 我们正在撰写 但还没有送出去的信件 会自动存在这个草稿夹 寄件备份10-3 第三集 寄件备份 我们已经成功寄出去的信件 会有一个备份放在寄件备份这个资料夹 所以我们要去确认我们的信用成功寄出 可以到书状检释 利用方向键上下 选到寄件备份进行确认 以此类推 我这边快速的用方向键往下 让各位听听看 除了收件夹 草稿夹 寄件备份之外 还有哪些重要的邮件资料夹 全部邮件 二封未读讯息10-4 垃圾邮件 一封未读讯息 垃圾桶10-6 第三集 以加信号10-7 那这边附带一再提一下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比较常会操作的另外一个邮件资料夹 就是垃圾桶 垃圾桶10-6 第三 不过 以目前最多人使用的Gmail来说 我们所删掉的邮件 当然会自动先放在垃圾桶里面 那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清空它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 我记得是30天 所有放在垃圾桶里面的邮件 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还原 或手动删除的动作 它也会自动清空 所以简单来说 启动Sunderbird 按Tab键 将焦点移到树状检视之后 最高层级就是标题层级2 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当我们展开 在底下就会听到一个又一个 属于标题层级3的 在属于这个邮件账号底下的 各个邮件资料夹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利用方向键上下 去做切换资料夹动作 那么这里呢 我在利用方向键往上 回到搜件夹 垃圾邮件全部由寄件备份草稿 搜件夹一封未读讯息 十之一第三集 好 接下来我就来示范 我要如何去阅读 我所收到的电子邮件 步骤一 用Tab键 Tab将焦点移到树状检释之后呢 再利用方向键往上往下 找到搜件夹 那这边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你们焦点确定移到树状检释 可是用方向键上下听不到搜件夹 很有可能的原因在这边 我目前焦点在搜件夹 我用方向键向上 第二集ZC001小老鼠TDTV.org展开2-1 好 目前告诉我 我这个邮件账号是展开的状态 我利用方向键向左 把它收合 折叠 ZC001小老鼠TDTV.org 五封未读讯息 好 就会把这个项目去做折叠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用方向键向下 本机信件夹展开2-1 就听不到搜件夹 寄件备份 草稿夹 这些资料夹 所以如果各位听不到 那应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邮件 去做收合动作了 这时候利用方向键往上 再选到我们的邮件账号 ZC001小老鼠TDTV.org 五封未读讯息 折叠二-1第二集 好 确定是在折叠的状态 用方向键向右按一下 可以展开 展开 ZC001小老鼠 展开之后 方向键向下 第三集收件夹 就可以选到收件夹了 那么请各位记住的原则 在数状检视区块里面 选择哪个邮件资料夹 右半边内容显示区 就会自动切换对应的资料夹 不需要去按Enter键确定选取 所以我现在选择了收件夹之后 在主要内容显示区显示的就是 收件夹的内容 所以我要怎么移动焦点 移到我们的收件夹的内容区 去阅读每一封信件 一样按Tab键 这里我养成一个习惯 以目前最新版的ZC001来说 从数状检视 要移到内容显示区 要按四次Tab键 那我都会在心里面默属 按四次Tab键 快速筛选切换按邮件清单显示选 切换讨论串按钮 有附件RE113年和申堂记 好 如果我听到 他开始报读 其中任一封信件的阻止的时候 表示我已经成功的把焦点 从刚刚书状检视 移到内容显示区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可以利用方向键上下 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当中 去进行切换 并且去听读阻止 那在上一个章节第三章的 偏凹设定里面 我们有介绍过排序的设定 所以如果你们是按照教材所示范的方式 那么目前应该是按照 从新到旧 越上面的信件是越新 越下面是越旧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 现在焦点是在最上面这一封线 你也可以利用Ctrl键加后 快速的将焦点移到所有信件列表 最上面第一封 肖像简引新的交友建议 罗金 好 那么 如果我确定焦点移到我要的新 那一封信件之后呢 如果不是继续用方向键上下移动 有附件 比如说 我选到这一封信件 我要阅读它 我就按Enter键 它就用另外一个新的分页的形式 来打开我目前所选取的这一封电子邮件 这时候我按Enter键 好 那预测值打开了一封邮件进行阅读之后呢 焦点也会自动停留在信件的内容区 我可以利用方向键上下去进行阅读 那各位在信件的内容区域 除了利用方向键上下 一行一行去阅读之外 我们平常网页的习惯 例如 利用T跳表格 利用K跳连结 利用G跳图片 这样的一个技巧 在Sunderbird阅读信件内容的时候 一样是可以使用的哦 所以呢 各位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技巧 去阅读每一封信件内容 假设 我信件阅读完毕了 我就可以把目前这封信件的分页关闭 然后回到信件列表 要怎么样关闭邮件的一个分页呢 我们可以利用Ctrl键加W进行分页的关闭动作 好当我们听到 又开始暴读刚刚我阅读那封信件的阻止的时候 就表示 我已经把刚刚开启那一封信件关闭 并且焦点回到了邮件列表 所以依此类推 我可以继续在内容显示区 每一封邮件列表当中 利用方向键上下去听读 有附件11月27日无障碍 有附件邀请数据赋能作业讨论 好,一样 方向键上下选到我要听读的邮件之后 按Enter键打开这封信 然后利用方向键上下 或利用我们属性导航的快速键 可以在新件内容里面去快速阅读 标题数据赋能作业讨论 时间2023年12月6日下午1点30分 下午2点30分 同样的阅读完毕 请按下Ctrl键加W 关闭目前的分页 让焦点再度回到邮件列表 所以以此类推 我如果要到其他的邮件资料夹去阅读新件呢 比如说我要切换到寄件备份 去确认我已经寄出去了信 我该怎么做 由于目前焦点是在搜件夹的内容显示区 所以我就要按Shift键加Tab键 反向移动焦点 刚刚我讲过 从书状解释要移动焦点到内容显示区 要按四次Tab键 那同样的 要从内容显示区返回 数状解释 就用Shift键加Tab键 按四次 切换讨论串按钮 邮件清单显示选项 快速筛选切换 数状解释 收件侠 一封未读讯息 十之一第三集 当我听到数状解释 就表示焦点又移回数状解释了 利用方向键上下 切换邮件资料夹 草稿一封未 寄件备份十之三第三集 好 比如说 寄件备份 再强调一次 数状解释选到了哪个资料夹 右半边内容显示区 邮件列表的区域 就会自动切换 所以我在数状解释 这个地方选择了 基建备份 我一按Tab键按四次 将焦点移动到邮件列表 快速筛选 邮件清单 切换讨论 基建备份数状解释 第一集Test 已读TDTV 好 一样 焦点移到内容显示区中 利用方向键上下 就可以在不同的信件当中去切换移动 但是请记住 你现在在哪一个邮件资料夹 以免混乱了 如果这是我要阅读的信件 跟在收件夹一样 按Enter键打开 进行阅读 阅读完毕 Ctrl键加W 关闭我们的分页 如果说过程当中 我们突然间忘记 我现在焦点 位于哪一个 邮件资料夹 我们可以利用 NVDA键加T 让语音报读 视窗标题文字 我就知道说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 资料夹 是基建备份 以此类推 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 启动Thunderbird 这个收信软体之后 如何去阅读信件 的一个操作示范 各位可以熟悉 相信很快就可以上手 以上就是本章节的 重点教学示范 更详细 更完整的教学内容 欢迎随时到 台湾数位有声书 推展学位的官网 DACY图书馆 下载本教材的DACY版本 进行完整的学习 如果各位在学习过程中 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随时可以致电 有声书学会 恰询工作人员 谢谢